我们的行程 我们将开始于瑞士中部有着两湖之间的预域的英特拉肯镇 这里因为观光而兴建 常言为世界游人敞开大门 令我们出乎意料的是 面积只有4.3平方公里的英特拉肯小镇 却早已在整个瑞士赫赫游泥 作为前往瑞士著名山峰少女峰的必经之地 宁静的英特拉肯小镇 各处都充斥着越动的活力 走在英特拉肯小镇各个角落 你都会感觉被阿尔卑斯群山包围 又或者说英特拉肯小镇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一部分 我在瑞士的冰雪之旅是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英特拉肯 而英特拉肯又在哪里呢 就在我的脚下 我现在其实就是在这个小镇旁边的一个山峰上 可以从上面来俯视整个小镇 其实每年会有很多人来到瑞士 来到这个地方 可能是来滑雪 可能是来玩一些户外运动 但是有更多的人呢 是来这里欣赏美丽的风光 看到没有 在我面前呢 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脉 除了美丽 还是美丽 亲近阿尔卑斯群山 在瑞士变成了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无暇顾及美景 我已经被热爱挑战的瑞士人 匆匆拉入了壮大的运动队伍之中 然而 这一切开始之前 他们不会忘记安全 是头等大事 在瑞士 安全和挑战仿佛总是和谐并存 人们总会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看我现在做这准备工作 也就是为我接下来要玩的这一项运动 做所有的准备工作 也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能猜出来我待会要去干嘛 挑战究竟有多高的难度 我们不得而知 所有疑问的答案 可能就是在两位向导肩上的背包当中 此刻 我所担心的竟然不是安全与否 而是我是否具备瑞士人最基本 且发达的运动神经 我待会要去做的这项运动 每天都可以玩 然后在冬天呢 可能一天还可以玩两到三次 而在夏天呢 可以玩五次 到底是什么运动呢 就不告诉你 这就是英特拉肯的小镇 从这看过去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待会我要用一种不太一样的方式去扑向它 去走向它 去飞向它 真的有点紧张 这是我第一次玩 这种高空飞行的东西 有点紧张 三二一 三二一 好厉害 你觉得太漂亮了 我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还真的是就像刚才他们告诉我的一样 这样吧 而且当你飞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外面的风很大 在冬天的时候 你飞在哪里 哇 看下面 以前我在想象当中觉得 好想与雪山之间 只有雄衣能够做到 但是今天我也OK 哇 它很漂亮 哇 在这个地方 你真的就能够从上面看到 伊特拉克确实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小镇 在它的小镇中间会有这样水系流过 就从上往下来浮看的时候 你才能体会到它是多美 人类发明了多种飞行器 多是用含着高科技 非寻常人所及 然而滑翔伞都不同 它不过是一种简单的飞行器 借助散意 热气流 人们就可以实现像鸟一样 孙小的梦想 而滑翔伞运动 原本就是起源于阿尔卑斯山 飞行者常常被人们叫做是鸟人 那么眼前的阿尔卑斯山 不就正是鸟巢吗 10分钟 难道我们必须要是根据这个风向来 随着风的方向来摆动吗 它一直在 它一直在安慰我 让我不要害怕 但是 我怎么觉得我们的这个降落伞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的降落伞 它一直在不断的旋转 而且呼上呼下 我的日落很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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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顺风的作用之下 我的滑翔伞降落速度 居然快的让我无法承受 它盘旋而下 不过是瞬间 我就从高空中降落在了 盈特拉根小镇实实在在的躲地上了 啊 我有点晕 我真的有点晕现在 因为刚才其实在下来的时候 教练带着我转了几圈 然后有了几个俯冲 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哇 施重的感觉 然后头晕的感觉 和我现在还站不稳一样 啊 让我镇定一下 OK OK 对 没错 但是我没错 我现在情况很快很快 不过在上面 哇 太棒了 真的像是鸟儿一样 飞翔在英特拉肯的上方 然后看到了很多很美丽的风景 不过如果不转几圈的话 似乎又体会不到滑翔伞的这种乐趣 是不是 好了 英特拉肯一年四季几乎都有追求不同乐趣的观光者涌入 这个被阿尔卑斯群山包围的小城镇 无论是在夏季还是冬季 游客人潮从来没有过减少的趋势 但是当我们真正走进这里人们的生活时 去丝毫没有受到荣重的商业气息 一切都是那么悄无声息的进行着 小镇的周末集市散发着瑞士乡村独有的甜的很宁静 不需要太多的选择 新鲜就是热爱相逢生活的瑞士人唯一的选择 像这样一个并不是很大的小的市场 算是市场吧 卖的各种什么奶闹啊 起司啊还有蔬菜什么的 我就发现他们的买主和卖家之间的关系好像都特别的融洽 有点像是就是一个小镇上卖东西的和买东西的都比较熟悉 英特拉肯整个城镇不过也只有1.5万人口 人情往来好似他们喜欢的味道一样简单而健康 然而对于美味瑞士人却有着执着的信仰 作为著名的奶制品盛产国 瑞士人对奶酪的挚爱似乎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他这些起司就是猫和老鼠当中小老鼠特别爱吃的那种啊 而且你看他这些起司好像各种颜色呀橙色呀都不太一样 其实他们告诉我说像这些起司呀就像红酒一样也分不同颜分的 那他这个哪个是最久的呢 我猜是这个 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两周 两周 起司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 诶对 像这些蔬菜知道都是谁种的吗 他 就是这一位先生 尽管奶酪始终是瑞士人的最爱 但是你可能并不能适应它浓郁独特的味道 然而对于美食 瑞士从来就不缺少发言权 还有一种和奶酪从味道到颜色反差都甚大的美食 你绝对值得尝试 没错 我说正是巧克力 还记得电影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当中那个用巧克力打造的魔幻王国吗 他所暗指的正是被誉为巧克力王国的瑞士 很少有人知道牛奶巧克力正是瑞士的发明 世界上第一家巧克力工厂也是在瑞士 瑞士人甚至有法律规定 真正的瑞士巧克力必须是在本地生产的 然而要真正的了解瑞士巧克力 就必须走进像这样的课堂 舒尔商店的巧克力制品以历史悠久制作精良 口味独特而小于欧洲 其优秀的手工艺传统可以追溯到1818年 在这里巧克力不仅仅是美食还是艺术 哇 这杯巧克力品种好丰富啊 而且我都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加了些什么 这个看起来像不像火腿 切成片的火腿 Hello Hello You can taste it 这个是粉红色的 It's white chocolate and dry strawberry Inside 说是一种那种野生的果子的那种甜味 融在里面了 然后它我觉得吃起来可能会更加像白巧克力 就是可可可能会多一点 然后加了那种果子的味道 Can you give me this? Yes It's dry orange with sugar and chocolate 哦 这个居然是橘子 然后可能是风干了那种橘子 然后外面再做上了巧克力 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哇 我喜欢这个 密件的味道 特别甜 然后再加上巧克力的那种香味 其实他们家的巧克力为什么那么出名啊 因为他们家的巧克力全部都是手工来做出来的 而这个地方呢 就是他们做巧克力的地方哦 OK Tala Here's some construction for this There's some chocolate inside Oh that thing Yes With all the confection from chocolate and like this 嗯哼 还有很多巧克力 All with like this Example I like this This one This one This is pavis from the client party also Yes sir O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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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这就是我在你尝试的那种方形的巧克力 因为其实制作巧克力 它必须要在一个比较低温的地方 才能够让它迅速淋固了 然后才能够很好的 速成它的形状 所以像这些里面味道是比较不一样的 This is Christine Hello Oh And the right thing with chocolate 与其说 树崖巧克力店是一个工厂 不如说 这里更像是一个课堂 从颜料配方到制作 你都可以亲身感受 并了解瑞士巧克力奇妙的诞生过程 你看 它这边有一个简单的告诉你 巧克力是怎么做的 一个工序 最早你看 就是这样的巧克力豆 把它压碎了 就成这样了吗 200年前 巧克力对瑞士人来说是一种活来品 然而两个世纪后的今天 瑞士却成为了世人心悦当中的巧克力王国 这其中的原因 只要在于擅长革新的瑞士人一次又一次的完善了巧克力的制作方法 使巧克力实现了从昂贵的奢侈品到大众消费的转变 而牛奶巧克力的诞生更是结束了巧克力带有苦味的历史 好了 现在杨老师来给大家教一教如何选择自己喜欢吃的巧克力 为什么瑞士的巧克力那么出名 当然是它原料上面就很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配方 其实以前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那种白巧克力呀 然后或者是黑巧克力呀之类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丝滑的牛奶巧克力 刚才老师告诉我说其实白巧克力因为里面放了太多的可可汁了 所以说对身体不太好的因为吃起来会更加容易腻一点 而像这种牛奶巧克力呢里面放了25%的牛奶 所以说是我喜欢的 黑巧克力里面当然就是50%是可可汁 所以吃起来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苦 那你喜欢哪种呢 还是下一个什么 真正的老师并不是我 而是舒埃老师的巧克力课谈 老师工作极为认真 每天从原料挑选到产品设计 每一个流程都由他亲自检查 只要你先亲身尝试最简单的步骤 老师就知道你是否具备制作巧克力的潜质 我现在知道点的是他的眼睛 我刚才在想为什么他不直接把巧克力全部放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原来我们的这一头很可爱的牛 它是有两种颜色的 我现在呢是给他用深色的把他身上的一些花纹啊 眼睛啊一颗啊什么的给画出来 然后再用浅色的来做他的身子 这样他的眼睛这才会更加明显一些 测试通过我将被允许进入真正的课堂 它是打造一块属于我的浓情巧克力 谢谢 刚才我想用手进去 他说我的手不太干净 而且就是不要很多人要吃这个巧克力嘛 我还没有吃过这种 还融化过什么融化中的这种巧克力 觉得要比平时我们吃下这种一个一个的巧克力要逆一点 而且嗯 要甜一点 制作巧克力从填充到涂抹 每一步都要均匀细致 要知道即便是使用固定的模型 制作也绝非意识 模型里面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有这样出来呢 它才会是一个完整的小牛 嗯 嗯 就像这样 哦 你会看到这里 你会看到你的鱼 嗯 嗯 嗯 老师把它拿起来告诉我说 你看这里有气泡 那里有气泡 这里还没有涂完 这是第一次涂完 我试试 OK 这是一样的 巧克力是瑞士人最热爱的零食 从大人到孩子 看到巧克力时都会变得很残吃 也有人认为在这个食库的瑞士人 才是他们最生动的一刹那 嗯 把它给封住 刚才涂出来的这个深色 现在已经很明显了 现在要把它放到一个冰箱里面去 耐心的等待几分钟就可以了 而且我不知道它这个房间里面还有好多好多 就是做好的巧克力的算工艺品吗 有点像是巧克力的博物馆一样 很难想象 瑞士虽然是巧克力的消耗大国 但瑞士人的肥膀率却是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 或者就像是舒尔老师说的 瑞士人有属于自己的巧克力态度 严格 闯青 浪漫 巧克力 in I'm not going here 如果说你不吃巧克力的话 就不要来到这里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巧克力的天堂 干 这就是我做的小牛 瑞士人花钱谨慎喜爱整洁 他们具有对细节的高度注意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极其擅长一种复杂的机械工程 然而这也是你来到瑞士不能错过的地方 在当地人的指引之下 我们来到了一家接近百年历史的手表店 他的主人就是眼前这位看起来可爱可亲的老人 只是没想到一进店 他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老板说这支表可以送给我 找我能拿到它 哦 哦 哦 他就是这样找你手 哦 可能哪个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此高科技的娱乐是霍夫先生的想法 他笑称即便是有盗贼进入 相信也无法得到眼前的这块表 看来瑞士钟表早已不再仅仅是观察时间的机器 令人惊叹的工艺需要用眼睛和耳朵去静静地感受它 走进霍夫先生的商店 我没有觉得这里是手表的展示区 它更像是一位老人进行工作的书房 而眼前这些迷人的古老仪器 仿佛就正在讲述关于手表的那些老故事 这些工具 哦 原来这个机器现在还能用呢 就是它会用来修复一下手表啊 或是你手边出现一点点和油丝相关的问题 它就会用它来修复 哦 你看它这些小盒子里面都是一些 在钟表里面的小小的装饰啊 或零部件之类的 它有的里面看可能太小了不太看得清楚 会有一些珠宝比如说红宝石啊蓝宝石之类的 而这个仪器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小的红宝石之类的 红宝石 然后就用这个把它给压在里面 就是把珠宝把它压紧实了压在里面 在一个只有硬币般大小的空间里 瑞士人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才华 一块手表少则需要五十多个零件 多则要制作并组装五百多个零件 高难度的工艺 有时需要一个制表师 用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块手表的制作 瑞士钟表的美绝不仅仅是你能够看到的精美奈壳 只有当你新开它美丽的外衣之后 你才会明白原来钢铁的机器也会如此迷人 而精湛的工艺早已注定了瑞士手表的奢侈身份 一二三四五六六六十百五千万十万十五万 十五万 暗通明的三十多万相当于辆车 想想每天带着一辆车去挤地铁的感觉 算了 谢谢 与其说钟表给了瑞士人创造巨大财富的机遇 我想倒不如说是瑞士人用传承 激情 荣誉 还有一份甜淡的性格赋予了这种时间机器 以巨大的宜人魅力 瑞士人以严谨守时著称 而我怎能错过这即将开始的新旅程呢 好 直接到英特拉丁来玩 他们考虑的特别的周到啊 你看只要你入住英特拉丁的某一个酒店 或者是小小旅馆 他会给你这样一个卡 这其实也就是你入住的一张卡 给司机看这一面 他就知道 哦你可以免费乘坐这个巴士 在小镇里给来回穿梭 当然也可以乘坐这个巴士去火车站 哇哦 这个就是阿尔卑斯山脉的这样的一个平面图啊 就是你可以到哪里玩 然后可以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 比如说小火车或者是索道缆车之类的 你看他一般就是从这个地方 我现在就在这里从这里出发 然后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就会分为A线和B线 其实最佳线路呢 就是从达鞋这样上去 然后从这边下来 这样呢你就可以很好的去欣赏 整个阿尔卑斯山脉的风光了 那我选择这边 大齿轮 已经快到九点钟了 其实如果说你要到英克拉 或者是到瑞士来玩的话 一定要注意遵守时间 包括在他们这些小小的火车站附近呢 都会有像这样的大钟 他就是告诉你 火车是一分钟都不会等 你知道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哎呦 哎呦 看 知道这个放什么的吗 滑雪板 其实这个小火车就是专门可以 哎呦 上少女风或者是在英特拉克周边的这些山峰的 他有好多条线路可以供你选择 你就可以拿着自己的滑雪板 穿上滑雪服 那好滑雪靴 就直接坐小火车 上到最高峰去 哇 很少的滑雪 哇 很少的滑雪 哇 难道狗狗也能滑雪哦 相信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瑞士更依赖山地铁路了 无论是将奶牛从阿尔卑斯山的牧场运下来 还是世界滑雪爱好者们上到滑雪场都必须仰仗这些铁路 在传统的铁轨上火车要翻越陡峭的斜坡是很难的 于是就在铁轨上建起了一种齿轮 火车上升的时候就能够获得向上爬坡的主力 这套铁路系统虽然说是发源于美国 但他们却是在瑞士人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成为了世界上应用的先进设备 可能我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 不过却现在前后都没有火车 我刚好可以走到中间来看一下 它这个大齿轮 其实刚才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齿轮这样结合 或是它在运动 跳过来 跳运动的时候那种有点颤和有点震动的感觉 变成绿等了要过来了 而且你会发现我转第二次火车的时候 刚好到达这个地方 人们就拿好了滑雪板 拿好了雪仗下火车了 仅仅可能只需要走一分钟到两分钟 这边就是他们滑雪的起点 刚刚坐火车上来 然后又马上滑下去 这简直就是一个滑雪的天堂 难以想象 一直到近代 旅行者都避开阿尔卑斯山 把它看作是危险和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山里的农夫不仅欺少 而且对外来的人充满了怀疑和敌意 甚至没有像样的旅馆 十八世纪晚期 人们才逐渐开始 对这里的山脉以及冰川 进行研究 然而 早期来这里 想要征服阿尔卑斯山的先锋们 不论是单山还是滑雪 并非瑞士人 而是英国人 但是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 滑雪很快就成为了 风靡瑞士的一项运动 今天在如此靠近阿尔卑斯山的时刻 我又怎么能错过这项迷人的运动呢 我看 我觉得像这种东西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不太会滑雪 不管是单板还是双板 我刚才看到他们坐在这样一个放滑雪板 这还是蛮危险的 现在每年有两百万人来到阿尔卑斯山滑雪 从共初学者练习的当地牧场 到世界著名的滑雪圣地 在瑞士 在阿尔卑斯山有成百上千的地方 共鸣选择 无论你是因为什么来到阿尔卑斯山 都会融入这样的激情之中 因为这里才是滑雪的故乡 我发现在瑞士这边真的不论是男女老少啊 都能够滑雪 你看我身份就有一个小辈子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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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真的是四五岁五六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 真是从小就开始锻炼 而且我真的是发现了在瑞士这边滑雪 绝对是一个大中化的娱乐项目 四五岁 想我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摔跤 我从山脚下坐我缆车到这个上面大概用了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在瑞士来滑雪并不会像在国内一样 比如说一百米两百米三百米的这样的雪坡 你可能一天当中来来回回可以玩上很多次 但是在这个地方滑雪 你滑滑的就是整个一条山脉吧 可能就是整个一条山峰 而一天当中呢滑一次就足以OK了 因为它就有十多公里 不过像我这样的初级选手的话 一天可能一半都补刀 走 走 像我下来不到二十米我又摔了 天哪我在想啊 这整个山脉大概有十几公里 我这二十米一摔 二十米一摔 我在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下二千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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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是来自全世界的滑雪爱好者的天堂 但这里不属于我的天堂 仿佛是我的地狱 我已经摔了有前后有十脚了吧 啊好痛啊医生 在瑞士没有一项运动比滑雪更负极 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滑雪冠军更能赢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了 我想瑞士人和滑雪的关系 大概就像巴西人和足球 中国人和拼足球的关系差不多吧 冬天的英特拉肯是明媚阳光和耀眼鸡雪 共同编织成的银色世界 即便是生活在这里的瑞士人 每一天也都会享受到不同的乐趣 我终于有一次没有摔 超过二十米了 这就是阿尔卑斯山峡谷的美丽风光咯 那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买上一张明信片 然后让它寄到你家里去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欧洲海拔最高的一个邮局 买上之后你可以写上地址 然后投递到油桶里面去 之后他们这边的邮局就会给你盖上一个欧洲海拔最高的邮窗 瑞士英特拉肯 我走上了天堂 也走到了世界之巅 这里是眼睛的天堂 但却不是身体的地域 这里是滑雪者的天堂 却是像我这样的初学者的地域 这里是休闲度假的天堂 一年四季都美丽如华 算是记录了这两天在这里的感受吧